为什么音乐具有奇异的魔力呢 既然在脑中有专门处理语言的这个区域 那脑中是不是也有专门处理音乐的区域呢 在过去呢 其实我们对于人类为什么喜欢音乐呢 一直是很好奇 但是呢 从考古学的证据当中发现 至少我们可以确定在三万年前呢 从考古证据里面就发现 人类已经可以制作一些乐器 像是这个照片当中的古迪 所以就表示说呢 或许人类在很早很早以前呢 都对音乐呢 有特殊的喜好或是偏好 如果我们再看音乐的表现 如果我们把这个两个月大的音乐呢 放音乐 不管是戴耳机啊 或者是播放音乐给他听 我们发现呢 即使是两个月大的音乐呢 也会把头偏向播放愉悦音乐的那一侧 所以显示呢 喜欢音乐 喜欢聆听音乐 是人类的一个天性 那所以到底脑中有没有专门处理音乐的中枢 帮助我们去理解音乐 或者是喜好音乐呢 在过去的一些案例当中呢 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些间接的证据 比如说我们首先介绍呢 一位很有名的法国作曲家 叫做拉威尔 他在呢 晚年的时候呢 脑部有一些病变 他的思考呢 还是很完整 他也记得自己所写下来的曲子 同时他还能够练习他自己所写下来的曲子的这些钢琴的这些执法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作曲了 显示呢 练习钢琴 记得曲子跟能够作曲好像是不同的大脑的脑区在处理的 因为受伤会影响他部分的功能但不会影响全部的功能 另外一个例子呢 是俄国的作曲家他叫谢巴林 他也是在晚年的时候呢脑部有一些受损 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再说话了也没办法听懂别人说话 所以他也是很明显的失语症 但是呢他还是能够作曲的 所以这里又显示出音乐跟语言呢 好像在大脑中也是分开处理的 所以呢脑中似乎并没有一个地方呢 是专门在处理音乐的一个区域 因为音乐其实影响到很多大脑的功能 包含了感觉与知觉 认知与情绪 学习与记忆 与动作协调等等 比如说我们在玩音乐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触觉 听觉 视觉的脑区都会参与 我们要记起一个曲子 记起它的指法 那也需要学习记忆的这个Hippocampus 就是海马回的部分 我们要能够执行这个动作呢 需要有Motor Cortex 运动皮质 或者是Cerebelline 小脑的参与 那音乐呢 会感动你 会让你有不同的情绪的表现 这些呢 跟你的情绪区域 跟你的这个抱肠区域呢 都有一些关系 那左右协调更是很重要 所以大脑呢 在音乐的上面呢 有很多区域呢 都是有参与音乐的一些过程 那经由训练呢 其实脑中对音乐的反应呢 是会重新定调的 如果今天呢 我们做一个实验 在训练前呢 我们发现这个人呢 他最适当的这个 最反应最强的某一些频率呢 会因为特殊的训练之后呢 这样子的一个适应 对某一些特定频率的喜好程度呢 会有所改变 所以换句话说呢 你喜欢听这个摇滚乐的 你对于摇滚乐的感受 会比较明显 如果你喜欢听古典音乐的 你自然经过长期的训练 长期的聆听 对于你听音乐的这个喜好 或者是偏好呢 也会产生影响 所以脑中的音乐呢 脑中经由训练之后呢 脑对于音乐的反应呢 的确是可以重新调整 或是重新改变的 很多人常常听说一句话说 也许让小孩子或者是 一般人听莫扎特的音乐呢 会变得聪明 但是呢 经过了比较大规模的研究之后呢 发现这个实验呢 其实并不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光是聆听莫扎特的音乐呢 莫扎特的音乐呢 其实并不会让你变聪明 之所以能够让你变得聪明的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在玩音乐或学习乐器的过程 因为呢 它必须呢 会透过这个过程呢 去强化你的认知能力 包含了所谓的注意力 还有工作记忆 walking memory 跟自制力 那我们去比较音乐家 跟非音乐家的大脑的 对声音的反应可以发现 在左下角这张图可以发现 大脑的这个声音的讯号呢 跟我们所产生的反应呢 其实在音乐家里面呢 是相当的这个吻合 相当的同调 但是在非音乐家里面呢 则没有这么明显的这个 这个同调的现象 那另外有一件事情呢 学习音乐对学生来讲 特别重要是因为 过去很多实验证明 音乐的训练 可以让学生成为 更出色的倾听者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 能够帮助他们从七嘴八舌的课堂环境中 截取出演讲的这个资讯 也就是提升的注意力跟自制力呢 对他的学习是有明显的帮助 因此呢 很多人都知道呢 学习音乐对儿童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所述呢 音乐玩音乐 学习音乐呢 对大脑的每个脑区都有帮助 所以学习音乐对儿童的大脑的发育呢 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回到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问的问题 为什么音乐具有奇异的魔力呢 是因为呢 音乐影响了许多大脑的功能 包括了认知与情绪 学习与记忆 虽然脑中呢 并没有专门处理音乐的中书 但音乐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